中国的军纪常常跨越中线 然后就有这个资深美艺 台海无中线 对对对 说台海无中线我知道啦 也好啊 我是台海 我是台湾海峡的一绕桥梁嘛 对不对 没问题 有中线就无中线 无中线就有中线 阿弥陀佛 你让一个基督徒吓得喊出阿弥陀佛 没有啦 各位 我拍照的时候 永远比出这个姿势 这是什么啊 Love and Peace 啊 你说什么 不会啊 不会 都有啦 争议照做啦 就一切正常这样 一切正常 对 好不好 我们就尽可能不要去 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就是 中国的军纪常常跨越中线 然后就有这个资深美艺 台海无中线 对对对 为什么看台海 他讨论度很高吧 说台海无中线我知道啦 也好啊 我是台海 我是台湾海峡的一绕桥梁嘛 对不对 没问题 有中线就无中线 无中线就有中线 好吗 没有关系 找关系 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 毋庸毋毋 他最近在看毋庸毋啦 毋庸毋 非常绿色 这一段我从我到的工作 超过三十年耶 对啊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台湾做的一切都很好 从我到的铁头做很好 人家这个你去到了杜拜 人家当然也不能吃猪肉了 你硬要点猪排 那你就不要来杜拜啊 那概念啊 没清楚 所以还好不用问我好不好 因为我会打太极拳 那今年的父亲节百干交集 因为大家帮我祝福爸爸生日 不然那个父亲节快乐 昨天我们家族的人聚餐嘛 然后心里面感触良多 第一次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那甚至也祝福天唱的爸爸 他可以继续演唱他的卡拉宏天蕾 他的卡拉宏天蕾拿到医院里面 把医院唱翻了一轮 然后他因为他有印了海报 他要做他个人的第一场 小型的售票演唱会 那我也希望他在天堂 可以把这个演唱会成功 因为他的歌单很多 甚至海报上面有提到说 爸爸是他的来宾家宾 对对对 所以今年的父亲节感触特别多 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Sandy呢有准备什么给宋哥吗 他送的礼物不能讲 不能讲 真的不能讲 对啊 没关系 Sandy有什么话想跟阿公说 阿公最快乐的 阿公很开心的 对啊 我们家是充满了怀念啦 那我们都是快乐送行 因为这个一种生命的教育 那我孩子们他每一个去到 去到那个他们一生没去过的地方 学习一下 有一天 对不对 是人世间喔 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离开人世间的 所以有一天也会 你看爸爸 对 这么厉害的人 有一天也会 咔咔咔 对不对 不见了 但是呢 上帝带走一切 但是他带不走 永远美好的回忆 对 Yeah